诗篇第42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诗篇三十五篇一到十七节 靠主喜乐 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 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 拿着大小的盾牌 起来帮助我 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 求你对我的灵魂说 我是拯救你的 愿那寻所我命的蒙羞受入 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 愿他们向风前的康 有耶和华的使者赶住他们 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 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 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 无故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 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 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 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 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 靠他的救恩高兴 我的骨头都要说 耶和华谁能像你 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 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 凶恶的见证人起来 盘问我所不知道的是 他们向我以恶报善 使我的灵魂孤苦 至于我 当他们有病的时候 我便穿马衣 禁食刻苦己心 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 我这样行 好像他是我的朋友 我的弟兄 我屈身悲哀 如同人为母亲哀痛 我在患难中 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 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 聚集攻击我 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 他们如同习上好嘻笑的狂妄人 向我咬牙 主啊 你看着布里要到几时呢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 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 在第九节 诗人写道 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 靠他的救恩高兴 今天的这一篇诗篇 让我们看见 大卫即使落在许多的艰困中 仍然能靠主喜乐 许多的危险 羞辱 征战和孤苦 临到他的身上 而加害于他的人 若是他不认识的人 也就罢了 但是事实上 有一些加害于他的人 是曾经从他身上得着恩惠 最后却以恶报善的人 这真是让大卫情何以堪 那么大卫在这样的光景中 是如何靠主喜乐的呢 用信心宣告神的得胜 大卫宣告神必为他征战 他在信心中看见 他不是孤军奋战 而是有耶和华的使者 为他赶逐敌人 并且有使者 在他的思维安营 保护他 这是大卫在艰难的环境中 靠主得胜的秘诀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落在各样的难处中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看见自己并不孤单 神的使者要保护我们 为我们征战 求神对他的灵魂说话 当我们面临难处 环境的声音 时常会淹没我们 好比是别人带来的伤害 魔鬼的控告 内心的绝望 甚至是许多人安慰的话语 都充斥在我们的心里 然而此刻 往往只有神的话语 能够救活我们 因此让我们学习大卫 向神做的祷告 求主对我们的灵魂说话 并且透过他的话语 将我们救活 感谢神 他总是在征战中 与我们同在 但愿我们能够在患难中 宣告他的得胜 清楚听见神的声音 以致能够经历 从他而来的喜乐 主啊 求你使我在各样的环境中 都能靠你喜乐 愿你向我的灵魂说话 使我更加安然信靠你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导读神的话 诗篇35篇9节 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 靠他的救恩高兴 阿们 是的主啊 我的心要靠你快乐 孩子的心要靠你喜乐 因为靠你而有的喜乐 是孩子心里的力量 阿们 主耶稣谢谢你 靠你而得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主耶稣我们要靠你常常喜乐 喜乐的灵天天都充满我们 主是的你就是喜乐 你就是喜乐 我们来投靠你 主你的喜乐 就要浇灌充满在我的生命当中 因此当喜乐充满的时候 一切的悲伤 一切负面思想都要离开 单单的有你自己同在 阿们 是的主耶稣 是的我们要单单的有你而同在 谢谢你 让我们要天天要来靠你喜乐 你说要高我们 用你喜乐的油来高我们 胜过高其他的同伴 就你的圣灵现在就要来高谋我们 让我们的心里面 因你而欢喜快乐 是的主耶稣 你每一天 你的喜乐来高谋我们 让我们的心因你喜乐 你是喜乐的泉源 我们天天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主谢谢你拯救我脱离黑暗全世的辖制 谢谢你拯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 主使我的生命全然得释放 全然得自由 全然得着从你而来的喜乐 主使的让孩子的心可以天天因你得着救恩 让孩子可以因你而欢喜快乐 让孩子要常常跳进你喜乐的泉源 常常要在你的喜乐的泉源欢喜快乐 因为靠你而有的喜乐 是孩子每一天的力量 孩子要来倚靠你 孩子要来仰望你 孩子要因你的救恩高兴欢喜 碰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